各位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家长 其实在做你我 其实我们都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 还关心孩子的未来 关心台湾的未来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常常会思考说 十年后 二十年后 孩子长大之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 当然也包括说 我们老了之后是怎样的世界 当然其实在二十多年前 会跟朋友成立换为保护協助 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当时觉得说 台湾最迫切的危机是 来自于环游的挑战 可是后来这些年来发现说 台湾最迫切的危机 其实来自于人口结构的改变 台湾改变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如何来影响 这个人口结构改变 大概有两个路线对我来讲 就是说我们已经即将进入 退休期的这群人 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 让资源包括时间跟金钱 来放到对的地方 对自己孩子 对自己家庭 对自己也对整个社会都好 所以我很关心退休的议题 这几年写得好好几本书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孩子 有没有能力影响未来挑战 当孩子有能力找到工作 愿意找工作 然后愿意缴税 我们老了才有退休机 老了才在台湾住下来 所以如果从这两个部分 我们今天从孩子角度来看说 我们能让孩子有任性 有勇气 面对未来挑战 我们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想就以 以我们父母亲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当然 其实 虽然很多朋友都笑我 不务正业 但其实我觉得 我这几十年来 我的生活的重心都一模一样 既然一模一样 怎么叫不务正业 所以我不太同意 我所谓生活重心是 我从四五十年前到今天 我觉得我每一天过的生活都好 都很像 虽然也许人家外形看起来 我参加活动很多 参加社团很多 我每天跑来跑过去 但是我觉得 我每天的生活重心 就是有三个 可以用句话来代表 三经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其实我也把这句话 放在我家进门口的玄关 进门口都总会有个拖鞋子 进到客厅的玄关 我就提了这两个字 这句话 三经有梦书当枕 读书 千里怀人 交朋友 月在风 大自然 换句话说 读书 交朋友 游山玩水 是我的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的生活重心 既然没有改变 怎么叫不务正业 其实这三个重心 对我来讲 基本上也不太需要花钱 读书不用花钱 因为现在图书馆可以借书 真的要买书 价钱还便宜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教了朋友 不用花钱 第三 游山还水 要不要花钱 所以很多很多大自然里面 根本不用花钱 不用花门票 可是可以给我们最大的享受 所以我的生活重心 都不用花太多钱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时间 赚钱的时间省下来 来做社会公益 而且这样 这些的重心 让我生活很丰富 然后又很宁静 不会追求物欲 物质欲望 也不会被各种情绪所影响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 让孩子拥有这三样的礼物 这三个重心 陪伴着我一辈子 然后当然我也希望 我孩子也拥有这样子的礼物 首先我们其实提到陪伴孩子 我们眼光都会看到孩子 但是我总觉得 其实当孩子进入到青少年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 要看到自己 因为当一个父母亲 整天抱怨 整天埋怨 整天活得很不开心 其实跟在旁边的孩子 也会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可是当我们父母亲 自己每天活得兴高采烈 每天活得很热情 每天未来充满了希望 那么孩子也会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也会充满主动性 所以我觉得 父母亲其实 可以给孩子最好的典范 就是我们要照顾好自己 当然首先 我们如何找回自己的兴趣 跟梦想非常重要 当然有人 我相信在座 不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朋友 会因为孩子出生之后 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作息 自己人生就停下来了 孩子一出生之后 我所有兴趣 所有东西就放弃了 当然内心会有点遗憾 这种遗憾 就会化成 无形的 对孩子的期待 你看 为了你 我自己都放弃了 所以对你当然会有很多的期待 这样的期待 来美会对孩子形成 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 其实当我们讨论说 尤其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到了青春期之后 父母亲其实要把自己的重心 换为自己 我们要从活出自己的样子 来当典范 当然我想一定会有些家长说 一个人一天就二十四小时 我如果追求我的梦想 追求我的兴趣 那么我就没办法 好好地照顾我的孩子 说的其实也没有错 人就二十四小时 但是当我们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也等同说 我们会适度地放手 让孩子有机会练习 他应该做的事情 假如我们 一天二十四小时 每天盯着孩子 把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完了 还是没有冒号机会练习 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 社会上另外很严重的 就是妈宝的问题 还长大之后不工作的 其实每个妈宝后面 都有保妈宝吧 真的 我们从小过度太过呵护 把他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没有帮他练习 其实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所以我们其实要预防 预防孩子过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不想工作 在我们年轻时候 在我们年轻时候 几乎社会上百分之百就业 只要每个亲戚的小孩 没有工作 一定会被他传 说要游手好闲 基本上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上班 并不是说现在工作机会少 也并不是说现在孩子懒 不是哦 那为什么现在孩子不想上班 原因是 以前的人离开学校 不工作的话 很无聊啊 大家想想看 十年 二十年前 没有网络 没有手机 甚至没有电视的时代 当你离开学校 你没有同伴 你工作在烂都至少有同伴 跟人的互动 人是群居的动物 人是需要见到人 需要朋友的 所以以前 在烂工作都有工作 都有人机来往 但现在的孩子呢 哇 有手机 有网络 网络上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手机一吆喝 就一大堆朋友出去玩 现在的时代 不工作 开心得不得了啊 不工作 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上班多累啊 上班要看他脸色 多糟糕啊 不上班多好 真的 时代改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 说当孩子 在学校读书 没办法 对不对 反正他还没长大 等他进入社会之后 他万一不想工作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预防到 因为这是一个 全世界很大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不上班 不工作 不是找不到工作 而是觉得工作太无聊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 如何当 我们还可以去陪伴孩子的时候 让他面对真实的世界 我想这也是今天 我觉得很多家长 没有想到太远的时候 到时候当孩子 长大就来不及了 但他们不要做 也然是第一件事 上班还是为了 不及了 他们不及了 我们前面 把他们并不成为 他们不成为 有点 没有 souhai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